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很多人都問什麼時候會再拍片煮食 很想念不專業廚房系列 最近晚市又停了堂食 我就想重操故技做回我的小廚樑 今天想大家陪我一起煮飯 總共兩個菜式 一個就是養生的黃酒雞 另一個就是很野味的薑蔥淘寶 是不是聽起來很吸引呢? 然後同場家拍 算不算開箱呢? 因為我買了很久 11月的時候 我就趁減價買了這麼漂亮的Modori 廚具組合 當時很划算 800多元就已經有個鍋子 有個燉鍋和鍋子 再連一個手柄 有一半的觀眾告訴我 是不好用的 很容易打殘 另一半就說是非常好用 很方便的 我自己買了這麼久 都沒用過 今天初嘗試 究竟它容不容易處理的呢? 因為這一套很奇怪的 它明明是有鍋子 有燉鍋 但是不連蓋 我就另外再配了這個 看上去都是很漂亮的蓋 整件事 煮飯也開心一點 其實我自己就覺得 因為我沒煮過的 它已經有個位置 是花了的 很神奇 大家都看到這裡 剛才拿出來的時候 我還以為髒了 抹也抹不掉 應該就真的花了 用都沒用過 我最喜歡手上這個鍋子 一來它的蓋子超可愛 我懷疑自己是因為這個蓋子 而買了整件東西 而且旁邊有一個尖尖位 可以做到類似牛奶窩那一類 之後呢 另一個好處就是收納 它們不會說有很多個瓶 可以這樣搭起來 一次過放進櫃桶裡面 現在是土地問題 這樣是很好的 如果你需要的時候 就加一個手瓶 這樣就可以拿到 都方便的 哎呦不說那麼多了 這個廚具組合 應該很多人都見過了 它不是什麼新的東西 我們煮飯吧 平時不專業廚房系列 都是獨立一個菜式拍的 為什麼今天會拍完兩個呢 就是因為實在太簡單 材料太少 我很怕影片會不夠長 看著有點覺得無地自容的時候 就決定不如一起合起來 大家看看這個黃酒雞的材料 就會明白的 真的沒有了 就只有這麼多 首先我們的主角 當然就是雞 兩個人半隻剛剛好 然後就是黃酒 之後很重要的 就會有些薑片 大約十多片左右就夠 還有一些紅棗當歸 其實就不一定要放的 但我想有少少弱線的味道 所以就加一點 薑、蔥、蠔煲這邊更少 薑、蔥、乾蔥和蠔 沒有的 是不是夠簡單呢 開始我們就先洗乾淨一點 本身是想買桶蠔的 本身是想買桶蠔的 但是已經找不到 賣光了 我就告訴街市的依依 我是想煮蠔煲的 她就告訴我 你試一下這一款 誰知就中伏了 唉 看上去OK的 大大隻的 依依說一包有十幾隻很划算 誰知最好只有九隻 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用一些生粉 輕輕地按摩一下蠔 不要弄爛蠔 你看看 很早灰色的 然後我們用水輕輕地沖乾淨 這個步驟就要重複三次左右 逐隻蠔用水沖一沖 水變回乾淨 蠔白雪雪地就可以了 這樣就乾淨了 搞定蠔就輪到處理雞的部分了 買的時候叫雞蛋幫忙斬件 逐快逐快檢查 看到內臟就清掉它 然後拿一大堆粗鹽 跟剛才蠔不同 要大力地把雞蛋的污垢都清掉 大約搓兩分鐘左右 然後一件一件地沖乾淨 煲一煲水用來搓紅棗和當歸 主要是想清洗一下 大約一分鐘左右就可以拿起 然後順便把蠔搓一搓 搓一搓水 大約30秒左右 超慘 我搓完之後蠔就縮得這麼小 街市依依還有這款蠔煲一流 其實它是不是聽錯了我說蠔糞 精明的主婦 這次千年度行一朝上 我老貓燒鬚啊 準備好就可以開始煮了 先下油 預熱好就可以放薑片進去 不需要急的 慢火炒出香味 大約都需要五分鐘左右 然後就可以下雞件了 雞皮向下面一件一件放進去 煮至變色就把它反過來 大約煮至雞肉開始變白了 半熟狀態左右就可以拿出黃酒 毫無故忌地倒進去 通常我都會倒掉 因為要蓋過全部材料為止 然後湯太多的話 第二天用來煮麵也可以 含情蜜蜜看著它煮滾 然後有它煮大約五分鐘左右 要將酒精揮發 這個時候就可以將蠔印乾它 然後我們加一大殼的生粉 要每一隻蠔都是平均的煎滿粉的 五分鐘過去之後 黃酒雞蓋蓋 轉小火 有它慢慢煮得了 在這個時候準備蠔的汁 蠔油一湯匙 然後豉油又有一湯匙 我自己習慣用味淋代替糖的 都是加一湯匙 胡椒粉少許 最後加兩湯匙的水 將醬汁攪拌均勻 放在一邊一會兒再用 在這個時候將黃酒雞 放進另一個爐裡繼續小火煮 我們就開始煮蠔了 照樣都是下油先的 熱了之後將蠔一隻一隻 慢慢地放在鍋裡 唉 唉 看到這個畫面真的很唏噓 很小隻 吸取了這次的教訓之後 最少真的要買廣 當然買到桶蠔就最好 煎到兩邊都是脆皮 金黃色 就可以逐隻逐隻夾出來 放在碟裡 一會兒還要煮的 還未完的 同一個鍋 放薑蔥白乾蔥 把它炒香 然後放一些紹興酒 再來就是放剛剛的醬汁 煮好那些 煮滾了 開始稠的時候將蠔放進去 然後拌勻 拌至汁都掛在蠔上 最後把蔥段放進鍋裡 然後攪一攪 吸蓋 焗一焗 因為我很喜歡吃山蔥洋蔥 所以沒有焗很久 這個個人喜好 你喜歡焗到軟軟都可以 這樣就煮好了 回到黃酒雞 很香 加少許鹽調一調味 然後我手多多 加少許杞子裝飾 煮多兩分鐘 用蓋子焗一焗 連黃酒雞都煮好了 兩個菜式連準備功夫都不用一小時 試吃幻知 這位先生終於回來了 你告訴大家現在多少點 去到工作 現在已經九點鐘了 我今天做了燃糧熟德的女朋友 是我做了事業型的男士 真的不要開玩笑 雞是完全不搽的 是亂的 酒味滲入雞裡 嗯 為什麼我今天會煮這個 不是為了拍片的 是因為這位先生 看到我在家煮這個黃酒雞的時候 他自己說很好吃 我就想趁他今天OT 就煮出來 聽說好飽 好啊 尤其是我這些工作人員 這真的是有那些 大排檔風味的薑蔥蠔 Exactly是那個味 大家是否沒想過這麼容易就煮到 是他那個賣相 今天差一點點 但味道真的沒得頂的 我還給你一個 噢 噢 我和你 噢 如果你覺得不夠就可以再加點鹽 都不用了 他都很甜 當然啦 我煮的 哈哈 是因為有當貴 他的甜是來自於紅棗和當貴 雖然我覺得放進去 好像裝飾東西變弱線 但其實他的味道上面 功效和養生方面 都是加了分 又不難 就這樣丟進去而已 所以何樂而不為呢 你可以塗一斤進去飯 做一個湯飯也很好吃的 我上次在家裡試過 是很香的 好了 今天這個不專業廚房就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會喜歡 雖然蠔的買相 最後比我預期中差一點點 但味道真的不錯 你看 完全不理我的結尾 如果大家會煮這一道菜 不妨可以在IG拍照 然後傳給我 讓我知道原來 不是只有我一個孤單小廚樑 只是在這裡煮、在這裡拍 多謝大家今天陪我煮飯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發出幾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日三時和星期日的到12點 好了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這位先生說蠔的汁很好吃 就想猜一下裡面有些什麼 你快點說一下你剛才猜了什麼 打蟹 生抽、老抽、麻油 鹽、鹽 但是這樣它是會很稀的 所以我們最後要加一點生粉 下次你來吧 對呀 你剛才所說的 只有兩段也有 就是愛心和水 你想知道有什麼 你自己看見 哈哈哈哈 和星期六的下午三點六 行了 拜拜